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四十五章 寻驾 场中一片狼藉 叶玄三人虽然实力强悍 但是圣母玄愿 盛在人多 因此 当打起来之后 叶玄三人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毕竟能够加入仓母学院的学员 都不是什么垃圾 不过仓母学院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应该说是很惨 因为到现在 已经有六七名仓母学院 学员惨死 叶玄在一拳轰飞 一名仓母学院的学员之后 他正要乘胜追击 就在这时候 一柄长枪破空而来 正是左力 叶玄停下脚步 他不闪不闭 任由左力那一枪刺在他的胸前 砰的一声 叶玄朝后连推仗序 但是 左力 脸色却是巨变 因为叶玄是用肉身 硬生生打住他这一枪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既然没有想到 那自然会有严重的后果 果不其然 叶玄突然握住左力的长枪 下一刻他顺着长枪栖身而上 然后猛地一膝盖顶在左力的腹部 砰的一声 左力整个人瞬间被震飞到树杖之外 左力砸漏在地 口中鲜血之盆 而他腹部五脏已经被叶玄一息顶碎了 叶玄走到左力的面前 左力抬头看着叶玄 神色极其地猙獰 低估你了 但是 今日我等身死之后 玄远 不会再低估你了 说着 他猛地朝四周怒吼 走 这一刻 那些四周仓墓学院的学员纷纷地停了下来 当看到左力的样子时 那些学员就要冲向叶玄 叶玄冷冷看了一眼那些人 那些人顿时停了下来 倒不是说怕叶玄 而是怕叶玄杀左力 白泽和莫云起走到叶玄左右两边 两人身上都是皆有不同程度的伤 特别是莫云起 他嘴角鲜血还在不断移出 白泽上身也出现许多裂纹 眼前这些仓墓学院 最低都是玉气井 而且还都不是一般的玉气井 他们三人第二十人 还能够活着 就已经是非常恐怖了 叶玄面前左力缓缓站了起来 他再次朝身后 那些仓墓学员怒声吼道 快走 他不傻 一番交战下来 他已经知道 自己等人严重低估了 眼前这三人的势力 再打下去 都会白白牺牲 而四周那些仓墓学员 没有任何一人逃走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转身 朝远处走去 白泽和墨云起 看了一眼 那已经被叶玄重伤 五脏肺腑的左力 然后也转身离去了 而这时候 左力突然凝笑了起来 怎么 是要羞辱我吗 我仓墓学员学员 宁可死 也不会被苍蓝学员学员羞辱 声音落下 在众人目光之中 左力右手紧握成拳 然后猛的一拳 拱在自己的喉咙处 咔嚓一声 骨头碎裂 左力身体僵硬在原地 左力学长 四周 所有仓墓学员学员 冲到左力的尸体前 这些学员泪水 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我远处 叶玄身旁 摸云起 摸了我嘴角的鲜血 妈的 搞得像我们三个 是坏人一样 到底是他妈 谁欺负谁啊 白子揉了揉自己上身 很快 他身上那些裂纹 开始渐渐地恢复 他看了一眼 身旁的叶玄 说 你肉身厉害 刚才在战斗的时候 他发现 叶玄的肉身 比起他来 怕是丝毫不差 叶玄 轻声说 你也厉害 这倒不是说恭维的话 到目前为止 在年轻一代中 以肉身来论的话 只有这白泽 能够与他不相上下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 突然出现在 叶玄三人面前 中年男子 穿着一件金丝长袍 左胸前 有仓墓学院的标志 来人 叶玄认识 正是当初那位黎修 也就是仓墓学院的 副院长 事情闹大了 不过也正常 都已经死人了 事情肯定是闹大了 黎修死死盯着叶玄 杀了人 就想走 叶玄吃笑说 杀人 怎么 只许你仓墓学院 学院杀人 不许我苍蓝学院 学院杀人吗 还是说 仓墓学院 学院已经无人了 要堂堂副院长 出来报仇 黎修冷笑说 极强法 放心 我不会对你们 以大欺笑 说着 他转身看向 远处的 某座石堆上 那里 躺着一名老头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季老头 黎修嘴角 渐渐猙獰了起来 季老头 此刻起 我宣布 藏墓学院 向藏蓝学院 开战 就在这时候 季老头突然站了起来 下一刻 在众人目光之中 他拔起身旁一根杂草 然后随手一丢 黎修脸色大变 他双手猛的合十 一瞬间 一股无形气场 出现在他的四周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 宛如潮水一般 不断自他 双手之中 震荡而出 叶玄三人 直接被这股力量 震荡到数十障开外 而这时候 叶玄三人 惊恶的目光之中 那根杂草 如一柄利剑一般 破开黎修 释放出的那股力量 就连黎修 释放出的那道气场 也在一瞬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黎修右臂 直接飞了出去 场中安静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叶玄三人 看得是目瞪口呆 莫云气 喉咙滚了滚 这老头这么凋啊 小子跟他说话 是不是要尊敬点才行啊 叶玄也有些真情 这老头的实力 实在是有点恐怖啊 恐怕比他当初看到的 那最先楼三楼主 还强一点 远处 季老头看了一眼黎修 开战 你确定吗 黎修死死看着季老头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季老头喝了一口酒 摇头说 知道苍蓝学院 为何至今不倒门 说着 他指了指自己 因为我 我不死 苍蓝学院就不会关门 你要开战 行 这三个小家伙给你们杀 但是 老夫向你苍蓝学院保证 你苍蓝学院三十岁以下的 都见不到明天太阳 若是不信 你们尽管来 反正我这边就三个家伙 是捡来的 我是无所谓 文言 一旁叶璇三人 差点抱走 捡来的 你妈呀 莫云起狠狠瞪了一眼 季老头 打他一端 叶璇看向莫云起 你先上 上你大眼 莫云起狠瞪一眼 叶璇 你又想卖我 叶璇正色说 大哥 以后要打人 能不能心里有点毕竖啊 打得赢在打 可不可以啊 别他妈打不赢得也要去打 这不是打人 这是找打 莫云起瞬间憋回去了 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的季老头突然看向叶璇三人一眼 还嘀咕什么呢 走啊 莫云起和白泽就要走 而这时候 叶璇突然说 等等 众人看向叶璇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叶璇走到不远处 那些仓墓学院学员尸体前 他一一将那些尸体腰间前袋子与武器都收了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收纳左力的 看到叶璇的动作 众人都惊呆了 季老头更直接躺了下去 装死 我远处 莫云起连忙走到叶璇身旁 他拉拉叶璇的衣袖 大哥 你能不能要点面子呀 这么多人看着呢 叶璇瞪了他一眼 面子 你是要吃饭 还是要吃草啊 莫云起不说话了 乖乖地回到白泽身旁 莫云起双手捂着脸 直摇起头 丢人哪 丢人哪 就这样 在众人目光之中 叶璇收了很多个钱袋子与武六剑的武器 他看了一眼那些武器 都不是凡物 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呢 叶璇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不远处离得远远的白泽和莫云起 还愣着干什么 过来帮忙驾马车呀 两人不为所动 叶璇淡上说 今晚你们吃草吧 莫云起连忙跑了过去 然后迎跃而上其中一辆马车 而白泽在犹豫片刻之后 也是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就这样 在一旁众仓墓学院学员注视之下 叶璇三人驾着马车 慢悠悠地朝着远处而去 季老头并没有走 而是躺在那石堆上 仿佛睡着了一半 李修死死看着一眼季老头 今天不是结束 是开始 说完 他转身带着一众仓墓学院学员离去了 石堆上 季老头依旧双眼微闭 打着葫芦 苍木学院与苍兰学院发生的事情 宛如瘟疫一般 瞬间传遍整个帝都 整个帝都震惊了 苍兰学院的学员 杀了苍兰学院的学员 这已经是多少年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 难道说 苍兰学院要崛起了 一时间 整个帝都都是议论纷纷的 江国皇宫 养心殿内 一名身着滑袍的中年男子 看着手中密折 看着看着 中年男子突然轻笑了起来 中年男子起身走到殿门口 他抬头看着远处天际的尽头 小九的密折中说 当初那位在两届城 敢孤身一人 面对唐军数千 和一家骑兵的少年 来到帝都了 就是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 那个叶玄 殿内某个角落 一道女子声音突然响起 我已查过她的资料 来自清城 从小父母不在 与妹妹一起长大 为叶家鞠躬尽瘁 却到头来被叶家抛弃 为给妹妹治病 带着妹妹来到帝都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角落 微微一笑说 这些应该是明面上的 角落里 一辆轮椅缓缓滑了出来 轮椅上坐着一名 身着黑裙的女子 女子看起来很年轻 也非常漂亮 但是头发却是雪白的 除此之外 女子双眼是闭着的 一直都是闭着的 黑裙女子轻声说 安国士对她另眼相待 在云船上杀了一醉仙楼长老 安然无事 其中详细 无从查起 中年男子笑道 杀了醉仙楼长老之后 还能活着 不简单了 说着她走回到书桌前 然后拿起一枚金色圆牌 接着她拿出一根金色毛笔 在圆牌上面 写了一个一页字 在正面 而圆牌的后面 是国士两个字 中年男子突然转头 看向女子 说 你不反对 女子反问说 为何要反对 百丽而无遗憾 中年男子 哈哈一笑 然后说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 心中只有自己那点小酒酒 特别是那些世家 与学院的中年人 在他们心中 只有家族和学院 国家 他们心中没有国家的 那少年敢在那个时候 不为任何利益 不求任何目的 站出来抵挡唐军 就凭这一点 她当得起国士儿子 说着 她转头看向黑群女子 劳烦路过时 替我去一趟 苍蓝学院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